这一天在苹果庄园 史密夫婆婆悠闲的坐在椅子上面 麦托石一如往常的在工作 苹果花儿跟醒目露露也在开心的玩着 而苹果佳儿呢正在五岁 苹果佳儿起来 苹果佳儿 这时候子月也来了 真是的 史密夫婆婆麦托石还有醒目露露 和苹果花儿 苹果佳儿到哪里去了 麦托石回答 我妹妹她在楼上五岁呢 我有的彩虹小马都来到苹果庄园 这时候曾琪说 都什么时候了还睡 有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来到镇上 也贩卖着苹果汁呢 苹果佳儿起来了 苹果佳儿快起床 苹果佳儿被大家叫醒之后 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 什么 我们快走 好我们大家走 大家走 大家来到镇上之后 发现已经有许多小马正在排队 等着买这批末生小马卖的苹果汁 很多说苹果佳儿已经开始踢苹果了 而麦托石呢也帮忙把苹果运过来 史密夫婆婆更开始贩卖苹果汁了 这时候曾琪说 哎你是什么人啊 你怎么在这里卖苹果汁 这里是苹果佳儿的农场 有什么关系 大家公平竞争 是啊 你快走 大家吵得闹哄哄的 这时候紫月说来说句话了 我们干脆让观众朋友们来决定好了 看观众朋友们想要喝谁做的苹果汁 你们呢要苹果佳儿做的苹果汁呢 还是这一位陌生小马做的苹果汁呢 我们来请观众朋友决定 请各位留言投票哦 这一天在甜点店里面 奶油先生跟蛋糕夫人正在拜托着碧琪 碧琪麻烦你了 是啊麻烦你了 你会不会太辛苦呢 啊不会啦 我最喜欢照顾了 我最喜欢照顾雪鑫 奶油蛋糕跟牛油蛋糕 你放心好了 倒是你们忙得过来吗 新开的冰淇淋店 需不需要帮忙 没问题 我已经请了紫月 还有柔露 珍奇跟云宝他们来帮忙呢 所以没有问题的 倒是你要辛苦麻烦你了 放心 我必急办事 绝对没问题 谢谢先生 跟奶油蛋糕夫人来到了冰淇淋店 这时候柔柔已经在里面帮忙了 欢迎欢迎 柔柔真是辛苦你了 已经有好多客人正在排队等着吃冰淇淋了 紫月拿着冰淇淋 诶 第一位客人您的冰淇淋好咯 珍奇也拿着冰淇淋出来了 诶 这位客人您的冰淇淋好了 谢谢您 这次的冰淇淋开幕真是谢谢大家 多亏大家的帮忙 诶 不用客气蛋糕夫人 我们互相帮忙这是应该的 是啊是啊要是这样需要保姆的话就记得要找我 好谢谢 一年一度的万圣节来了 紫月非常的高兴 睡龙睡龙你在哪里啊 万圣节来了 这时候的睡龙还在睡觉呢 什么事啊紫月 万圣节要来了 我们答应要带可爱军团去要糖果啊 你忘记了 哦对对对对对 可是我要穿什么 哎呀我已经帮你准备好衣服了 我们来穿上衣服吧 哦好吧 万圣节当晚 可爱军团三个人来到紫月的门口 敲门 咕咕咕咕咕咕咕 哎可爱军团你们来了 我们等睡龙还有我的一个朋友 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紫月的朋友来了 睡龙也准备好了 走吧 女孩们我们一起去要糖果 耶 我们第一个来到苹果佳儿的农场 这时候甜贝儿敲门 可可可不给糖就捣蛋 不给糖就捣蛋 trick or tree 苹果佳儿带着糖果推了出来 万圣节快乐 各位请自己去拿糖果吧 耶好多糖果 谢谢谢谢 现在一群人又来到碧琪住的点心店 可可可 trick or tree 不给糖就捣蛋 碧琪 碧琪 来了 我是碧琪 来了 那我先开门 带着一大盆的糖果出来了 各位请敬请的拿 耶 谢谢碧琪 谢谢碧琪 好开心哦 拿完糖果之后呢 大家很开心的载了一排哦 碧琪很兴奋的讲 哈哈 大家都来了 我们来个比赛吧 紫月问 什么比赛啊 我们来比赛看看 谁的万圣节衣服最可爱 请大家留言哦 记得偷我哦 比起比起比起是最可爱的 请大家选 好啦 我们要公平 紫月说 大家你们觉得 谁的万圣节衣服是最可爱的呢 请在下面留言哦 我跟着比 哈喽大家好 请后面的赶宝说嗨 嗨 我跟着糖果 我们要介绍什么今天 彩虹小马 彩虹小马 哇 超多的 好 所以我们今天呢 介绍了好多好多组哦 来 赶宝手上还有了耶 给大家看一下 那是什么 糖果是不是 也是最新出的 还不行 阿爸我看一下你的糖果 哇 所以这都是糖果耶 好像是软糖的感觉 所以有这么多哦 总共有几组 甘甘知道吗 八组 诶真的吗 诶真的耶 八组 看看好厉害哦 好我们来一个一个看哦 所以这个 你明明有四个 哦八组 对加两个糖果的就是十个 哇超多的耶 我们看一下我们到底买了什么东西 好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有四组玩具包哦 真的都好可爱哦 呃有这个是 睡龙的 睡龙 然后这个好像是 其实是 我不晓得是不是万圣节耶 有点像是万圣节系列的哦 可是我们去年万圣节没有机会打开 然后你看 睡龙还有一个那个万圣节的衣服 哇好酷哦 你看好可爱哦 然后再来就是很搞笑的Bitch啦 你看 Bitch打扮成什么 绷基是不是 然后还要去药糖果 cute cute 然后这一组呢 是紫月的 是紫月的吗 它叫什么名字呢 ice cream stand 所以是紫月要去吃冰淇淋哦 紫月去冰淇淋店的玩具主 好可爱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我也蛮喜欢的哦 其实这组我们收集了好多哦 有那个苹果佳儿的农妆 还有 咦还有什么 哦还有那个啊 蛋糕 夫人蛋糕先生 Bitch的那个蛋糕店 然后这组是Trylight Sparkle Golden Oak Library 是紫月的图书馆哦 好酷哦 特别特别酷 然后后面就是这样子 ok这组也很酷 然后这一个呢 呃也是万圣节系列哦 是二搞军团 是叫二搞军团吗 它叫什么名字啊 叫什么 Skutu Loo 醒悟露露 然后还有这个小朋友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 Pip Pinto Skweep 所以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它中文叫什么 然后还有这个呢 也是 是谁呢 Oh Sweetie Belle 跟Apple Bloom 是那个谁啊 呃 珍奇的妹妹 还有 苹果佳儿的妹妹 叫苹果花儿 还是苹果花花的 叫Apple Bloom 然后他们的万圣节服装哦 好可爱 然后这个呢 是苹果佳儿的竞争对手哦 那个叫什么名字 Super Speedy Squeezy 6000 它就是要跟苹果佳儿竞争啊 是不是那个 好像是吧 对啊 跟苹果佳儿竞争 然后制造好多好多 苹果汁的那个 然后这个是苹果佳儿 T苹果的 超Q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是我们刚刚看的 所以这个是糖果 是 是 是卵糖 4岁以上 然后还有这个呢 另外一个呢 诶 阿宝手上还有什么 哦对 阿宝的糖果呢 阿宝的糖果在这里哦 好 你们先打开糖果吧 我看你们好想打开糖果啊 我们的姐妹已经等不及要吃了 我们还第一次买诶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我看看 可以给我看一下吗 哇 我看看阿宝的 哦所以这个不是糖果 这是 这是一只小马诶 我以为它是糖果诶 我可以打开这个 然后糖果是这个 它有附个卵糖 好 你可以打开 我看看阿宝的 哇阿宝的小马诶 好可爱哦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 应该不是彩虹小马系列的诶 只是一般的小马而已 所以是这两只 还蛮可爱的诶 然后它 它身上毛毛的 要大家看 看吗 它有毛毛的 质量还不错哦 质感还不错 然后这个也是 这个是短毛的 哇 好帅气的两匹马 然后 然后这个 所以这个呢 嗯 这一只呢 是叫Eric 然后这一只叫做 Snowflake 然后它没有好多 所以这个不是彩虹小马诶 这是一般的另外一种小马 有这么多可以收集 都蛮有壮力的啦 因为我们这次有太多玩具了 所以我直接让赶宝先打开 全部打开之后呢 我们再介绍给大家 真的好多 打开的差不多了 阿甘正在忙着组装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一组呢 有附一个说明书介绍书 所以这个我们其实给大家介绍过了 这是苹果家的庄园 然后我们有买这一组 然后我们也有这一组 我们也介绍过这一组 这一组我们也介绍过了 其实我们都有了 然后这一组我们也有 然后还有什么呢 好像差不多了 OK 那其他组呢 并没有介绍书 好 我们大部分都打开了 只剩下紫月Ice Cream的 我们先来看 好 先看碧琪好了 好 碧琪这一组呢 是 你看它有一个 一个盆子 里面都是好多好多的糖果哦 然后这是碧琪的袋袋 他要去要糖果的袋袋哦 好可爱哦 然后碧琪这次要打扮的呢 是公鸡 哦 可能在后面拆那个玩具 把他的戏服脱掉 将将 所以碧琪是这样子哦 他是用两只脚站立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他的戏服呢 再抖上去的话 就是这样 啊好可爱哦 其实我蛮喜欢他这一组 迷你系列的 所以这是 这样一组是那个 壁琪的 阿宝已经拿过去 阿宝好喜欢壁琪 我们要看的是 紫月的冰淇淋 然后他附的紫月呢 就是比较 比较普通的 ok 是可以占的哦 然后他的冰淇淋店 是这样子哦 好酷哦 我们先看一下 冰淇淋店呢 上面有个招牌 是冰淇淋 然后他这边是柜台哦 点餐柜台 可以打开来 然后我们看一下里面 里面呢也是很多detail 你看他有好多架子哦 然后还有抽屉 然后这是柜台 然后他给了两个冰淇淋 一个是粉红色的 冰淇淋 一个是蓝色的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上面 所以这就是紫月的冰淇淋店哦 我觉得这一组也好可爱哦 这个 这样他转一圈看看 这个 嗯嗯嗯嗯嗯 嗯 睡掉哦 好谢谢阿爸 你看看 好可爱 然后他下一个呢 是万圣节系列的 这个是醒目露露哦 醒目露露好像是 我不知道是国内的翻译 还是什么 所以英文是scooter乳 ok 他的万圣节呢 打扮成一匹狼 呃 好凶的狼哦 然后他这个可以脱掉哦 我们看一下 我很喜欢这种的啊 都是可以脱掉的 你看他脱掉之后就是这样 然后他的小指甲啊 前面小指甲 还有涂那个 像狼指甲一样 我闯了他小翅膀好可爱哦 然后这是他的戏服 我们把他的那个万圣节衣服 抖上去 万圣节衣服 还蛮可爱的耶 我觉得 我的 ok I'm not very good with this 哈哈 请赶赶帮我穿上 然后另外一个是他的朋友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耶 然后他的衣服也是可以脱掉的 这样这样 哦好可爱哦 他这边呢还配一把刀耶 所以他好像是剑客是不是 还是海盗 然后你看他眼睛还带个眼罩 所以他是海盗啦 他衣服也可以脱掉 那你看他的小衣服 好可爱哦 他的小衣服 然后他小衣服穿上去就是这样 我们这一集应该会蛮长的哦 因为 真的太多太多 完全足了 ok 他还蛮好穿的 这样这样 哇他还蛮帅气的 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的人 请帮我留言哦 因为我不知道他的中文翻译是什么 好了可以了 他这件还蛮难穿的哦 这个原来是套在脚上面的 然后这个小扣子可以扣起来 小扣子可以扣起来 好可爱哦 所以这个是刚刚是在下面的上面 好可爱哦 我觉得真的还蛮可爱的耶 好可爱哦 还有枕头 小篮子床 这应该是他的小贝贝 好可爱哦 然后这有碎龙的那个信 还是书卷 他是紫月小帮手啊 所以他要负责保管书卷 然后碎龙呢 是当什么 是当恐龙哦 好可爱 我们先打开来看 打开来看就是一个碎龙 我们好像还没有碎龙 你看碎龙好可爱哦 小碎龙 然后他的衣服是这样子哦 小碎龙一直想要挡大成为真的恐龙 真的飞龙 你看他的衣服 你给他穿穿看哈 可以穿吗 飞龙 我觉得他的头好像太大了 卡住了耶 可以啦 这个地方一直洞进去 有点难懂耶 小碎龙好了可以了 好可爱哦 天呐 真的好可爱哦 可爱的睡龙 来我把他衣服脱掉了 让他睡到小床上面 睡龙睡觉了 盖小贝贝 哦 睡龙在睡觉了 晚安 看好可爱哦 好现在再看苹果家了 我们苹果家要踢苹果 你看他的脚已经呈现 TT的那个状姿态了 然后他的帽子是可以拔掉的哦 然后也可以戴上去 这是他的帽子 可以戴上去的 可以要上笔巾 然后他还有附什么 有附一个小杯子 苹果家了他们呢 很会用那个 苹果汁 有个小杯子 有苹果汁的木桶 装苹果汁的木桶 还有两栏的苹果 一栏 然后这里有第二栏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小杯杯 有两个小杯杯 然后这是他卖苹果汁的那个 那个摊饭哦 OK 他在这边卖 然后这是苹果树哦 苹果树上面的苹果呢 都可以拔掉 刚刚我们是不是少两颗苹果啊 你看等一下我们看一下 都可以拔掉哦 然后他是苹果树 我觉得我们好像少了一个苹果 等下请勒勒去找 好所以这一组呢 就是苹果家了 七苹果树 做苹果汁的玩具组哦 然后这下一组就是这个 这个是他的竞争对手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耶 他的衣服也是可以脱掉的哦 大家注意看一下 我觉得他这种迷你的 还蛮酷的地方 是他都可以脱掉 你看 可以把这个衣服脱掉 这真的是很酷哦 你看 他衣服可以脱掉了 然后他的帽子也是可以脱掉的哦 他也是有橡皮筋 有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的人 请帮我留言哦 然后这是他的车 制作苹果汁的车车 他好像还有一个拍档耶 他可以坐上去哦 你看有个凹槽 真的耶 我要跟苹果佳儿竞争 接下来看的呢 是苹果佳儿的妹妹叫做 Apple Blown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呢 是珍奇的妹妹叫做 Sweetie Belle 我们先看一下Sweetie Belle 是这一个 Sweetie Belle呢 他万圣节好像打扮成吸血鬼耶 你们有没有觉得 吸血皇后哦 你看他的披风 很像是吸血皇后 然后他这个也是可以脱掉的哦 哇 好可爱哦 你看 我觉得这一组真的很有创意耶 你看 然后他还没有他的可爱标志哦 所以他屁股光光 然后这个是谁呢 阿宝请帮我穿上 这个是 Apple Bloom 是苹果佳儿的妹妹 我知道有的地方叫做苹果花儿 那台湾跟国内的翻译呢 都不一样 然后香港的翻译也不一样 所以 我就叫他Apple Bloom OK 然后他是当什么呢 我看不出来他当谁耶 后面有翅膀蝴蝶结 然后头发很高调 看不出来耶 你们觉得他装谁呢 哦 Frankenstein是不是 你看他身上有那个缝合的那种感觉 他是没办法拿下来哦 所以我看在这里 所以他我觉得他应该是Frankenstein 然后这个是 那个 珍奇的妹妹 OK Sweetie Belle 然后下一个来看紫月的图书馆 我们先看紫月 这是我们附的紫月哦 他还没有翅膀呢 OK 然后呢也是万圣节的有 紫月万圣节要当魔法师 所以呢还有一个魔法师的披风 OK还有一个魔法师的帽子 也是可以带的哦 然后还有一个魔法师的胡子 就是我要半妆 你们就认不出我来了 这个胡子啊有点难逗哦 嗯 他蛮难逗上去的 你看一下 蛮难逗的 可以啦这样子 然后再这样 然后他也有一个同伴 我不知道他是谁耶 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 你们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耶 有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能帮我留言哦 然后他呢 感觉也是打扮成巫石的样子 然后他的披风也是可以脱掉的哦 其实我觉得他常常出现 诶他还有一个狩猎 那个戒指耶 然后还有一个项链 下面可以脱掉吗 不行 下面不需要脱 还蛮酷的哦 然后他这都可以抖上去的 有点难抖 讲真的 所以像阿宝啊 就不太会抖 可以了 然后这边可以抖上去 ok好可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紫月的图书馆 紫月的图书馆呢 小东西还蛮多的 我们先从上面开始看 这个是我把它抖上去的 这是望远镜 ok 我可以把它抖在这里 所以你可以自己看你想抖哪里 然后他图书馆上面 有很多像小阳台等等的 ok 像这里有一个小阳台 然后他这边呢 有一个门 门是可以打开的哦 好可爱哦 好可爱哦 手机 刚刚打开了 然后还蛮酷的 你看好可爱哦 然后你turn around 然后他这有好多detail 我觉得都好 就是跟那个真的一样 然后哇 里面我觉得好可爱哦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珍奇的 他有呢 好多不同的房间 刚刚看的阳台 小房间 书柜 还有楼梯 楼梯可以走到这边的阳台 然后还有一楼呢 有这么多东西 有 哦对 这个是那个啊 紫月的新朋友 图书馆管理员 猫头鹰 他可以拔下来哦 拔下来之后 他可以站在这个架子上面 ok 然后还有什么呢 就是这样 然后这边有紫月的图书馆 书架 然后大一楼 所以好可爱哦 超可爱哦 他还有一个藏宝箱 ok 藏宝箱是可以打开的 打开的就是这样子哦 阿宝上有把书放进去 因为紫月很喜欢看书啊 所以他有很多书 他上面写什么 my little pony 所以真的好可爱哦 幻圣节当天 睡龙跟他的海盗朋友Pito 我是Pito 哈哈哈 我们两个要来要糖果 走啊 我们走 闯闯闯 我们还没有敲门 就听到锁门 搞什么鬼啊 是啊 再来试一试 c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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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给糖就搭蛋 不给糖就搭蛋 你会把我的糖果吃弯 啊 诶 比奇你怎么那么凶啊 不会啦 诶 诶 我们要糖果 不给糖就搭蛋 不给糖就搭蛋 你搭 给我们糖果 c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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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给糖就搭蛋 是啊 不给糖就搭蛋 十万啊 哎呀 好凶的屁肌哦 呃 呃 啊 啊 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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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